何姐现在难道是喊假的吗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 现在民进党当局他们的一个说法 好 再来看看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的总预算案是第五度的卡关了 好 当时呢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呢 他是在现场嘛 他说现场只有回应说没有意义 但是韩国瑜他是放慢的语速 四度的确认 那才有栏尾冲场内喊说 有意义 最后是否决掉了民进党的提案 所以就引发民进党非常的不满嘛 他们认为呢 韩院长现在是放水吗 结果最后演变成了朝野双方 又开始互骂的一个场面 好 列罗志强就说了 当时国民党因为召开党团大会 所以晚到我 而且当时不是表决战 但是民进党依然能够让提议 是差一点就闯关 他说坦白讲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好 但是时代力量呢 他们现在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说蓝绿都没有充分的理由 支持自己的行动 所以他们觉得说各退一步 不只海阔天空 更能够维持国家的运作 10月11号这一天呢 就是由行政党主任太 以及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们一起找了朝野党团 来吃和解饭嘛 那在餐序当中 就指出了关于禁法补偿议题 主任太他强调说是坚持不愿意赴议 因为他于心不忍 但是到了昨天的时候 他就说了如果不得已 这个总预算案还是持续的卡关的话 他说就必须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走到申请视线这一步了 但是这个说法一讲出来之后呢 蓝白两党都没有办法接受 看到蓝维们他们就说 你万物都要视线啊 民进党是输不起的大绝招 真的是莫名其妙 当民进党说要视线 就代表他们输了 那在白银这边呢 他们说一不高兴就视线 民进党是不是真的以为 宪法法庭是他们加开的呢 那我们也来看到中国时报就说了 这一次总预算的僵局 正好就是赖总统展现朝野合作 诚意的最佳时机 当行政还有立法两院是争执不下 宪法44条赋予总统 对于院与院之间的争执 除了本宪法有规定者之外呢 是可以召集有关各院院长 一起来会商解决的权利 作而言不如且而行 赖总统如果能够让行这个院计调解权呢 或者是以执政党主席的身份 直接邀请在野党沟通 促成朝野对话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的政局安定和谐 才是有希望的一步 那联合报也讲到了 依目前大法官的颜色组成 加上之前 绿营他们所提出来的 视线案几乎是公无不克的结果 国会改革视线案 大概已经可以预期到这个结果了 那主动态的说法根本就是混淆视听 偷换概念而已 行政院没有按照立法院通过的法案 编列预算 现在才是真正的违宪 这也是为什么总预算案到现在 都还是卡住的 好所以主动态就喊出了嘛 他说不排除 可能又要申请视线了 对此立委王宏威就狂酸了 行政院现在视线上瘾了吗 万物皆可视线 他就批了民进党 把大法官当成自家人 那立委李艳秀也痛批 这一种太提视线是极其恶意的 政治挑衅 行政院长卓荣泰对外表示 不排除把原住民禁法补偿条例 拿去视线 这是不是已经代表 行政院视线事上瘾了呢 只要是不和行政院 不和赖清得心意的 就要拿去视线 真的是万物皆可视线 而民进党似乎真的也把大法官当成自家人 以为宪法法庭是民进党开的 另外一方面 民进党不管是赖清德或卓荣泰都说释出橄榄枝 希望朝野协商 但是现在的气氛是如此吗 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就说要视线 尤其卓荣泰之前说他不提复议案是因为他于心不忍 但是他现在又觉得可以忍心的去提视线案 完全封杀原民补偿条例 完全去封杀原民的权益吗 立法院现在正在进行明年度总预算案的折中协商 卓荣泰就迫不及待对外表示思考申请视线 这根本就是极其恶意的政治挑衅 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朝野互信 现在是雪上加霜 卓荣泰的三不原则 不愿意提出解决的方案 也不再请求韩院长召集朝野的和解 更不请求赖清德做愿记的协调 直接就端出视线的合子武器 再一次证明卓荣泰处理政治的无能 化解政治危机是进退失去 卓荣泰现在已经面临严重的信赖危机 在国会得不到多数的支持 在府方得不到总统的帮助 在舆论上更得不到民意的信任 内阁团队现在是到处放火 卓荣泰的威胁申请视线是大炮打小鸟 威胁的恐怕不仅仅是立法院 更是向赖清德喊话 卓荣泰真的把自己当成是黑道的大哥 把大法官现在当成是为事的小弟 不开心就随时申请视线 不满意就请大法官来做解释 让大法官沦为解决政治纷争的工具人 这才是我们民主政治最大的悲哀 另外同样是国民党的立委洪孟凯 他也直批了行政部门现在一方面说要和谈 但是一方面又要视线 他说这个是双手策略 总预算的争议其实自始至终在野的立场都是非常一致 就是行政院依法编列相关的预算 我们立即可以审查 但现在行政部门一方面说要和谈 但另外一方面又说不排除视线 这种双手策略 难道对于人民来讲也要用双手策略软硬兼施 就是要人民都屈服于脚下吗 而且说所谓的视线 那我请教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大法官解释宪法 但你怎么跟原住民农民以及医护来解释说 你没有依法编组相关的预算呢 这一点才是行政部门不可回避的问题 还有最后不要把大法官当成是行政部门 民进党的打手或是为事 动不动就呛说要视线 好像大法官真的就是自己的人 所以说可以随随便便都叫出来维护 任何问题丢给大法官就能迎刃而解 但我们要讲的是 行政立法互相监督制衡 依法行政依法编列法定预算 依法来补足相关的预算 这本来就是行政部门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奉劝行政部门如果还是铁板一块的话 真的只会让台湾的政局更加动荡 媒体人黄阳明他也质疑了 卓奎为什么宁愿卡住整个总预算的运作 也不编组原住民进法补偿预算呢 他推测是让立法院长韩国瑜 扮演和解又合不成的过气和事 让韩国瑜陷入尴尬的局面 恐怕才是民进党的黑州 不过韩国瑜在立院的表现让外界看好 也纷纷猜测他的下一步会往哪里走 时事评论员兰璇就分析了 不用太操之过急 现在稳扎稳打就可以水到渠成 同时兰璇也称赞了 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很不一样 敢冲有战力 论述有礼 韩国瑜也不立位 我觉得他充分的利用到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以及他现在展现出来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更深思守虑的韩国瑜 更是一个可以去者中争处的韩国瑜 所以我相信各个大家所有的人 都会希望他或是怀侧他会有下一步 但我相信对他来说 或是对台湾 对中华民国来说 如果是人才 当然会其他还有一个下一步 但是同样的我也觉得 其实他当初在选总统这些 就是有点抽出过去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状况的话 他目前看的表现非常的好 但是不是需要急的去想 选总统 什么党主席 什么东西 我觉得其实未必需要 现在去思考这件事情 当你做到一切都非常好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叫做顺势而为了 水到渠成 我觉得这一次的国民党 我觉得很不一样 我觉得这次国民党 包括其实原则他们这些人在里面 其实现在立法院里面的国民党 或是在野党更往泛的讲 包括白银 其实我觉得他第一个团结的力量 现在目前展现出来的是很好 未来会不会继续希望 但另外有一个 他的论述能力 我觉得国民党论述能力 真的是比起过去我们在跑线上 那是天差地缘 所以现在这些年轻一辈的 这些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们 我觉得又有论述能力 又有战力 然后又愿意不断的假动 不断的假动 体力又很好 所以其实这部分很重要 所以论述能力 不过像韩国瑜 他的表达方式 比起以前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